出镜给大家录了 但是没有关系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实用的技巧 那么就是怎么样去把一段正常帧率30帧的视频 给它变成一段可以无限慢放的视频 因为我现在拍摄的这些素材都是4K的素材 但是因为我的HM3拍不了4K60帧 而且拍摄4K60帧的机器都比较贵 所以说在换新机器之前 我教给大家一个折衷的方法 比如说怎么样把这样的一段素材给它变成慢动作 首先我们需要安装一个插件叫这个TWIX2R Pro 我会把安装的这个安装包放在评论下方的链接里面 大家赶快去下载安装就可以 它里面都有教程是中文版的 首先第一步我们新建一个调整图层 把调整图层拖上去 我们想把这段视频慢放到多长 我们调整图层要建多长 比如说我到10秒钟 然后点击右键 签套 OK 在这个地方找到效果里面的TWIX2R Pro 拖上去 然后呢在这里这个使用GPU 打开 AI运动来源选择为视频1 然后速度 比如说我们调整为25% OK 那这个地方变红之后我们按一下这个回车键 Enter键去渲染一下 那现在这个视频就渲染好了 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这个效果如何 这个模糊呢是因为这个渲染的时候它会压缩画质啊 并不是视频变模糊了 它是无损画质 你可以看到这个效果非常非常非常的好 对吧 那这个插件其实稍微有一点点的吃配置 那其实还有另一个方法可以做 比如说我们来看第二段素材 我们直接Ctrl加R给它调成30% 然后呢 刚才的地方也可以选 这个时间差值选择为光流法 那这样也可以做一个慢放 这样我们也要对它进行一下渲染 在序列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框起来吧 框一下 渲染入点到初点 然后它就会在这个地方渲染 然后渲染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来看它这样的一个效果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不太推荐大家用光流法去做 因为光流法在某些复杂场景下的效果呢 并不如这一个插件好友 我们把它倒回去 用插件做一下 时间差值把这个真采样 还是一样 我们把调整图层拖上去 然后右键选择线套 然后还是按照刚才的老规矩 直接复制上去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Enter键渲染一下 好了已经渲染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 OK 那这个插件能可以有效的解决 大家想拍4K的视频的时候 但是又没有办法去拍摄升格 那这个插件就可以很好解决你这样的一个问题 但是记住不要在特别复杂的运动场景里面去使用 如果喜欢的话 完全不太ousse 太阳一了 太阳一了